有机会,罗纳森,看看阿龙的跑动线路,好的,挑战到身后,看看阿龙,体绪里面,看看左脚直接来挂圆脚,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。 大反面的一脚转移,这球前场,社团队把球抢下来,还是阿龙,个人突破,阿龙,这球倒地了,但是裁判吹得,踩出了五人的人强。 站在球前,像有陈涛,还有像阿龙,是船是舍呢,阿龙,来一脚,这球也进了,同样也是一脚,世界波,任一球直接破门,一比一,这个球啊,阿龙罚任一球,罚得非常贼, 看最后这个皮球的线路,其实呢,门将王森,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,但是由于球速实在是太快了,低球从王森的腋下,滚入了球啊。 这是阿龙本赛线联赛的第十八例入球。 比较明显的主动,球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脚下,再起球,投球第一点点下来,这球进去里面机会,小角度的打门。 阿龙啊,这个球小角度打门,没有能够打进,脚下来之后,阿龙还有机会,把球先保护好,阿龙,一对一,又是脚球。 张锦阳,再跳上身后,这球停得不错,机会,小角度再打,今天阿龙机会多少啊。 升降级附加赛,但是还是要说,我对于苏联队来说,还是有机会,并不是说这个比赛,输了,就奠定他们直接降级。 还有一次附加赛的机会,升降门前,强点,这球进了,这球像是一个乌龙球吗,还是阿龙前点把球蹭进去的。 6比3。 进球是算在了阿龙的头上。 6比3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,这球强劲往门前一传,哦,果然是阿龙。 有听操的机会,听操的机会还保留着。 阿龙,用身体扛开玉利奇,玉利奇在整个的身板还是很吃亏的。 6脚外脚背,带着一个内旋给到阿龙,传的不错呀,阿龙倒开空间。 面对杨云,做了犹豫了,若纳森,单刀球打门。 配个球,若纳森没有发上6脚球。 左脚传起来,他们这个落点没有一个,一个穿蓝色衣服的。 阿龙。 若纳森已经是高速的插到了对方的中路。 前场的手打多,阿龙利用速度,中路很空,还在扣。 一对二,利用身体拉开,左脚,直接射门了。 还是受到了一点场地影响。 凌方续连的包夹,这个球丢掉了。 来看一下4FC队的反击。 阿龙身材很强壮,速度也很快,从右边路的突破。 被放到受到惩罚,这样比赛,4FC队在右路多次进攻,不如主队的。 来看一下这个球,有脱手。 球中备,有后卫再来长传找阿龙。 进去前沿。 阿龙有打门的机会,这样左脚一扣,右脚再搓射。 还是稍微高了一些。 刚刚这个球是若纳森停给了阿龙。 这方队员落位完毕了。 来了阿龙,非常漂亮的跑位。 但是这个球击中了两次,击中了门框。 然后呢,去进行接下来的防守。 但是,也可能是技术动作没有做到位。 张静昂的这个左脚没有能够传出去。 所以呢,他见自己没能够传出去呢,就继续往前带来看一下阿龙的点球。 稳稳地推到了左下角。 也恭喜阿龙,他在联赛当中的进球来到了第16例。 25场的出场,16例的进球。 阿龙的进球效率也是非常高。 这点球啊,打的质量非常高。 阿龙把这个球停下来,自己往前带。 跌跌撞撞,这个球还是传丢了。 传递再次出现了失误。 阿龙,后卫啊,跟他的身体对抗是要吃失误的。 优拉森,调整以后再打门。 想给到前点,机会也并不是特别好。 还是阿龙,阿龙这个身体优势啊, 就只要拉才能拉。 机动啊,因为组队需要冲超, 客队呢,则是要保级。 不管是竹上球迷,还是远征军。 大家都拼了命,再给自己做支持的球队。 来看一下右边路,往进区里面传。 一点被破坏出来了。 看一下,阿埃边路能护住。 一对一的机会,左晃右突。 左脚再一口右脚的往里传。 进区里面有险情。 这道右路, 汤了一下, 还在拼速度。 脚跟这么一颗, 也可能被破坏了出来。 边路一对二这个球摘出来了。 左侧有人在坚硬, 他会怎么处理呢? 边路阿龙, 身材很强壮, 但是被拉倒了。 防区啊, 拼抢都是非常积极的。 甚至, 不惜自己受伤为代价。 来看一下, 哎呦。 右球右, 左脚往进区里面。 后场的长传, 投球一侧, 看下这次的单刀球机会。 防守旅员也都回来了, 小角度的射门, 先被挡下来, 不射的尝试, 球进了, 比赛到一点点时间来进行治疗。 看这次在左侧。 强行的绕过防守旅员以后, 自己还在前进。 阿龙再往里走的时候, 被防守旅员放倒了, 裁判吹了犯规。 这个球没有落出一侧的边线, 最后被阿龙拿到。 阿龙迅速地把球传向另外一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